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今天我们现场 就是充满青春的活力 看这个装束 其实大家都平时喜欢运动的 大屏幕上会有一组 不同的运动 大家来看一下 跑步 打篮球 登山 打羽毛球 足球 我知道周宇是 常年热衷于运动 尤其是羽毛球造诣 很了得 没有没有 打羽毛球会有运动损伤情况出现吗 经常会 因为它会有很多急停 紧急地启动 调动机体 所以对膝盖的损伤是很多的 你见过比较极端的例子吗 是啊在球场上有时候看到很多队友 就在 因为准备活动不充分 没有热身开的时候 打着打着 突然它的膝盖就扭转了 你见过吗 很恐怖的 不是我听着都疼 对 它就在背面的膝盖 反到反面去了 就是特别 毛球会这么严重吗 是的 是的 就我们正常膝盖是这样的吗 对 然后它是怎么样 它就 就完全到背面去了 所以它只能就现场叫救护车 把这个人抬走 天哪 王爷喜欢这里边是哪一种 以前跑步 但是跑过一段时间之后膝盖疼 现在就只游泳 游泳 对 据说游泳是完全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夏勇 你是做什么运动 我主要是跑步和篮球 然后最多就是打篮球 篮球是不是也会很 对 我脚踝和膝盖都受过伤 然后我又膝盖做过手术 就因为打球打了 膝盖受过手术 林亮呢 我一般都是篮球和足球 有时候也跑跑步 跑步 那你就运动达人了 对 我以前是 我以前踢半 就足球赛 就踢到半职业了 那太厉害了 后来就也是因为 膝盖骨折了一回 然后就也是告别足坦了 告别足坦 对 那其实大家会看到 现在运动的朋友越来越多 膝盖其实经常受到严重的伤害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那怎么样去更好地了解 我们的膝盖的运动 包括我们怎么样去 更好地关注到它 保护我们的膝盖 今天请到一位专业的人士 让我们欢迎 北京技术台医院运动医学科 主任医师张辉 欢迎张医生 您好 张医生 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 欢迎 来 有请 谢谢 最近这个膝关节的受伤 已经成了大家挂在嘴边的 只要一说跑步伤膝盖 对 跳绳伤膝盖 对 打羽毛球伤膝盖 足球伤膝盖 是的 我们在运动过程中 假如说不注意保护的话 膝关节发生运动损伤的几率很高 占了我们全部比重的 大概55% 一半还多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运动几乎都跟它会发生关系 都会用到腿 所以它的发病率就很高 对 那下面我们拿个道具上来 咱们先从认识膝盖开始 我们先看一下膝关节的构造 那么我们膝关节实际上是由这样的一组骨骼组成的 上面这一个我们叫骨骨 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腿骨 下面叫做颈骨和肥骨 那么就是我们说的小腿骨 那么真正我们平时所说的膝盖是什么 就是我们前方这个白色的 真的有个盖 对 学名叫做冰骨 就这一小块 对 所以膝关节呢 如果简单地来说 就是三个骨头 上面的骨骨 大腿骨 下面的颈飞骨 和前方的冰骨 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膝关节里面实际上是有非常精细的构造的 它除了上下的骨骼以外 当然我们这个模型做得比较粗糙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面 是我们所说的叫做关节软骨 蓝色的这一部分 分为内外侧两块 这是半月板 这个就是半月板 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半月板 所以膝关节是我们人体最大最复杂的关节 它其实起到了一个乘上乘下的作用 它要承担几乎全部的体重 我们可以看到 从大腿往上 我们整个的躯干加上大腿的重量 都要由膝关节来承担 举一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一个70公斤的人 在走路或者登山或者跑步的时候 那么我们70公斤的体重 会直接通过膝关节传递给地面 同时地面会给机体有一个70公斤的反作用力 这两个力正好的方向 一个向下一个向上 汇合点就在膝关节 所以我们的膝关节在运动中 它既要承担体重 同时又至少要承担一个和体重相仿的 来自于地面的反作用力 这两个力汇合在膝关节以后 日积月累 可能就会导致关节的磨损 或者我们在运动过程中 假如说不注意保护的话 最终就会逐渐逐渐出现各种各样的运动损伤 这下大家就明白了 所以它其实就是整个人的运动的一个枢纽 都几乎所有的运动可能都得跟它产生关系 都跟它有关系 所以这样的话它就更容易受伤了 是的 那为什么我们这些运动会让它受伤呢 到底哪受伤了呢 膝关节的运动损伤分为两大类 一大类呢 我们叫做非对抗性损伤 非对抗性损伤呢 它指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跑步 我们登山 或者是做这种长距离的快走 那么它实际上在我们看来是 单一动作的简单重复 这个理解 对 那么我们本身关节的功能是屈身活动 这个屈身活动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轴承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我们每天去做 我们拿长跑来说 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跑步的时候 膝关节要不断地屈身 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骨骨 大腿骨 相对于小腿骨 要不断地这样做屈身的活动 对 那么我们前方的冰骨 也就是膝盖 要不断地在骨骨的前方 上下地滑动 所以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轴承 它在做运动过程中会发生磨损 跑步伤膝盖 想不想知道 就是膝关节到底损伤就是什么样呢 想知道 我们来看看解剖 就是医生带来的图 这是个真实的案例 你先看看图 这是一个我在我门诊的一个患者 是一个年轻的 非常爱好跑步的一个患者 对于他来说 每年要有四到五次的马拉松 全程马拉松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 左边是十年前 这个患者的片子 十年前他只有二十多岁 右边是十年以后 左边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的轮廓是非常光滑的 在右边的片子就可以看到 在轮廓的边缘 会有很多的坠生物 像这些间 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骨刺 这个是长出来的 是长出来的 这是骨刺 骨刺 这就是我们一个非常爱好 跑步的一个患者 年轻人 到现在只有三十九岁 十年前他二十九岁 我们要强调一下 这个今天的节目 是跟大家讲 怎么用 怎么保护 不是说运动就会造成这样 这是不会运动的人才会这样 别以为他跑马拉松怎么说 那就不会运动的人才会这样 运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我们也呼吁大家要 走出去要运动 但是必须要有专业的医生 来教给你 专业的教练教给你 所以大家现在知道说 为什么动作什么那么重要 对 要不然就毁成这样 所以这就是一个过度使用 同时又不是很科学的 一个锻炼方法所造成的结果 这是第一种 对 第二种受伤 第二种受伤就比较严重了 那么第二种受伤 它和我们的关节的结构有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膝关节是球面对平面 它是不稳定的 我们可以想 我们把球放在平台上 它来回滚 它会来回滚动 这个也是 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的关节周围 要有一圈的韧带 来维持稳定性 这样的韧带 如果我们把冰骨打开以后 就可以看到 有前后交叉韧带 前交叉韧带的作用 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 它限制小腿相对于大腿向前移动 这是最主要的 其次它会限制膝关节有过深 当然还有一定的限制内翻和外翻的作用 所以对于膝关节来说 它的稳定性 骨性结构提供的很少 明白了 大部分的稳定是由 关节的韧带和周围的肌肉结构来提供的 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些竞技性体育 比如像篮球运动 或者打羽毛球 或者足球 这一类竞技体育 容易出现急转和急停 在这些过程中可能直接就会导致我们的关节失去平衡 最后容易导致前交叉韧带损伤 好 那我们接下来会请到两位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就是这种所谓急性的运动损伤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比较容易出现 来 我们会请到张志军博士还有夏勇帮我们演示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来 刚才我模拟的就是这个运动当中的一个瞬间 是吧 其实不是拦不住你啊 你这个啪一下 关键就是我们下面要请主任讲讲 就是刚才这样的一个运动过程当中 哪个瞬间是最容易受伤的 到底这个膝盖承担了什么 怎么回事 好吧 我们来分解一下 那我们重新回放一下 好 现在暂停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过人的这个环节 张博士的他的右腿 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屈膝 足固定 还有旋转我感觉 对 脚固定 内旋 对对对 那好 我们拿我们的模型 重现这个动作 大家看会发生什么 我们把模型放在这里 模拟屈膝 旋转 当我们把冰骨打开的时候 大家能更清楚地看到里面 我们的交叉韧带 已经在一个很强地 受到牵拉力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动作的时候 假如说我们的肌肉力量跟不上 或者说我们的地面有比较湿滑 失去平衡以后摔倒 最后容易导致前交叉韧带的伤伤 除了刚才那个动作 很多运动都会有这个动作 来 周宇老师帮个忙 你说 打羽毛球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 可能会有扭转啊 对 你给大家比划一下 无实物比划一下 比划啊 对 比如说他会这样凑步 我们站到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我们前交叉韧带 损伤的另外一个耗发机制 叫做急转和急停 这拖步过去的其实是 是 但是您在最终的一个动作 是有一个刹车的动作 对对对对 刹车动作如果您对手 直接的球掉到了后场 您马上就是一个转体 对 再往那边奔 转体登地的这个过程 您会看到我这边的习惯节 和刚才张博士所演示的动作 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您来对了 可以好好学一学 怎么保护啊 是 谢谢主任 谢谢 谢谢周宇 给我们的演示 那今天四位也都非常地喜欢运动 那我们也请四位跟我们一起 做一些测试 也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一些机会 大家一起来测试一下 就是我们到底 在我们的日常的锻炼当中 会不会是就是膝关节 受损伤的 比较高发的一些有风险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我们首先进入到第一个测试 下肢力量的测试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我们的肢体来说 我们的骨骼构成了关节 在关节的外面包着厚厚的肌肉 这些肌肉有什么用 实际上这些肌肉 它主要的作用 就是能够帮我们完成精准的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这是两个几乎同样的动作 左侧是我们的骨骼 右侧是有肌肉 如果没有这些肌肉的话 骨骼只能是无规则的乱动 所以我们的肌肉精准的控制 才能让我们的人体 达到我们想要的动作 也就是说要想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膝关节 我们必须拥有更好的肌肉 对 我们对于膝关节来说 两组最重要的肌肉 哪里 就是骨四头肌和大腿后方的肌肉 什么地方 大腿前方 这儿 对 这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块肌肉 叫做骨四头肌 后方的肌群 在医学上来说 我们叫它的结抗肌 那我们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 如果我只是前方在用力 那我关节只能是伸直 对 不可能说停在某一个位置 之所以它能精准的停在某一个位置 就是因为我们是前后两组肌肉 同时在收缩 对了 可以达到精准的控制 明白了 也就是说该动动该停停 这个时候能有力量控制住 膝盖就不会受伤 膝关键就不会受伤 是的 这测试怎么做呢 放置一个椅子 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 半蹲 臀部接触到椅子 起来 就算一次 然后30秒 30秒计数 好 那我们来进行下肢力量的测试 准备倒计时 3 2 1 开始 一个 自己计数 2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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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力量到底怎么样 到底合格不合格呢 来 请看大屏幕 这个标准是怎么样 一般来说呢 我们如果以50岁为限 50岁以下 一般男性 我们建议30秒钟能做25次以上 25次以上 25次以上 对 是达标 女性要做到20次以上 20 周已差不多 只差两 很努力 所以要多多训练 那我们还是请到我们张志军博士 跟大家来教一教怎么样增强训练 好吧 好 王毅老师 可以现场授课一下 好吧 来 有请 现场学习 谢谢 来 请张博士 我们在家中呢 可以使用一些简单的道具 这是一个沙袋 挺沉的 这两个沙袋加在一起是三千克 我们在家里面呢 可以装一小袋米 来作为一个复合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 为什么要使用一个复合 为什么要增加它的重量 我们直接练抬腿 是不是也可以 实际上我们在说呢 如果我们直接去练抬腿的话 我们的肌肉力量只是对抗自己的体重 嗯 这样的话呢 如果我们平时所做的运动 仅仅是日常生活 走路上下楼梯是可以耐受的 但当我们想提高运动成绩 比如我想去练长跑 我想去打羽毛球 我想去踢球或者打篮球 它完全不是日常生活这些动作 肌肉力量所能达到的 对 所以要给它多一些负能 多一些储能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增加复合 好 咱们怎么做呢 我们把沙带绑在脚踝的位置 两个都要绑 都绑在一个腿上吗 绑在一个腿上 绑在一个腿上 对 大家在做这个训练的时候 可以自己来调整这个沙带的重量 我觉得王毅你腿部力量不行 你要不然一个腿绑一个吧 真的 真的 你一个腿绑一个 对 你可以两个都感受一下 看看你能耐受多少 对吧 好的 人家教练腿部力量强 人家可以那样 好的 对 这个是轻的 那个是重的 对 这样就更明显了 好 这是最轻的 中等的 那个是最重的 是吧 怎么弄呢 我们把沙带绑在脚踝的位置 从屈膝90度 逐渐伸直 这还是我的腿吗 你没事 你先从轻的来 你可以从轻的来 这个很重了 对 那你先从左腿 来 跟教练一起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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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住 保持住 保持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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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抖啊 好好放下 十多火烧还抖 对 一般我们在做这个训练的时候 每一组可以做十到二十次 以自我的感觉为主 来 咱来个十次 来个十次 好 再来 放松放松 对 放松放松 王毅 您有什么感觉 很累啊 酸 对啊 那么我们每次锻炼 需要达到的目标 就是我们感觉到 肌肉会有发酸 发胀 这样的感觉 就说明我们已经到位了 如果我们感觉到 锻炼的过程中会出现疼痛 就说明我们可能 使用的沙带太重了 或者是次数太多了 对 所以你看 我们今天专门演示了 可以循序渐进 刚开始你可以用这0.5公斤 然后慢慢慢慢好了 一公斤 两公斤 然后还可以增加组合型的 根据自己自身的情况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那接下来我们做 另外一个测试 好 这个测试是什么 刚才的测试是我们针对于肌肉力量 那么第二个测试 我们建议大家来做运动风险的评估 因为我们不可能 让大家都去做很危险的动作 所以我们用一个运动中常见的 这种起跳落地的动作 来去评估是否有运动的风险 就是从这儿起跳 然后对 这个动作 对 这个能测出风险来吗 刚才我们来解释 前脚插刃带损伤的时候 会提到了一个特有的动作 我们在前脚插刃带损伤的时候 膝关节会处于屈膝 外翻 对 内旋的姿势 对 那这个姿势 如果我们在这样一个简单的 起跳落地的过程中 都会有 那我们在做复杂动作的时候 就很危险了 所以其实我们是看 它落地的时候的那个姿势 对 好了 那么我们在现场的这个场地有限 所以之前我们已经拍摄好了视频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好 四个人都跳了 那么问题会出现在谁的身上 来 请看大屏幕 三个 三个人 就属你正常啊 这不应该啊 这三位都是专业级别的 简直这样啊 我们来再看看他们的动作 怎么回事 来 林亮啊 注意啊 这不挺好看的吗 王毅这个倒不怎么标准 哦 这样一看就明白了 你跟我讲两个 其实最直的 我们从王毅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 王毅宽关节 膝关节 怀关节 当我画一条线的时候 它的三个关节在同一条竖线上 这就证明 王毅在从高处 跳下落地的这一瞬间 膝关节主要承受的是 轴向的力量 嗯 并没有过度的内翻或者外翻 嗯 那我们再看下勇和林亮 我们从踝关节 做一条和地面的垂线 嗯 就会发现 双侧的膝关节 都在两个踝关节的内侧 嗯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膝关节内扣 哦 在落地的这个过程中 如果出现有内扣的动作的话 说明在落地这一瞬间 膝关节处在一个外翻的位置 我们周宇老师呢 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从踝关节 到膝关节 到髋关节 如果我们画这条线的话 两侧的膝关节 也是有内扣的情况 对 实际上这里我要特殊强调一下 对于女性来说 我们在做这个动作时候 容易出现内扣 嗯 这是跟我们的女性的生理解剖 有关系 哦 我们女性一般骨盆会比较宽 比较宽 对 所以正常站立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轻度的膝外翻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X型腿 哦 所以这种内扣的动作 尤其作为女性来说 是做经常做跳跃落地的 这些动作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 哦 我们尽量要避免出现 两只脚落地的时候 内八字 嗯 就是这样 嗯 因为我们在做内八字的时候 大家可以试一下 我们在做内八字下蹲 是会自然出现膝关节的内扣 对 所以姿势很重要 他们三个人都去打羽毛球 嗯 然后你们俩都是喜欢打篮球 会不会是因为有些运动 会导致这个情况的出现呢 比如像我们刚才说打篮球 老得 运球的时候 运球的时候 尤其防的时候 对 尤其防守 特别容易有这个姿势 对 是吧 是不是跟运动有关的 跟 当我们在做脚不离地的 这个动作的时候 嗯 那么我们如果有一些膝盖的内扣 这个问题并不大 嗯 但是当我们在起跳落地的这一瞬间 啊 承受更大的力的时候 落地的一瞬间 因为我们知道篮球运动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在单脚落地 嗯 单脚落地在这个过程中 也容易被其他的队员 或者是对方的队员 碰撞 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失去平衡 嗯 那么如果我们在单脚落地的时候 有那外翻 同时脚已经被固定在地上了 身体失去平衡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一个严重的损伤 嗯 这就是容易造成前脚颤纳损伤的 那羽毛球也会有啊 啊 对 羽毛球也经常会 对吧 对 重心都在一个脚上 对啊 那怎么样去进行一些调整 或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怎么样注意呢 我们也请主任给我们带来一些方法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也可以好好学一学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的有效 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生活中 很容易找到的球 嗯 来帮我们来纠正这个动作 嗯 那么我们把球 放在两个膝关节中间 嗯 做半蹲的动作 嗯 在这个做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让两只脚 放在一个轻度的外八字的位置 做多次的重复 好 来让机体形成一个肌肉的记忆 肌肉记忆 都宇就来个小的吧 好的 对 林亮来个大 对 好 来 您看看他们俩这姿势标准不标准 我来帮你 您放这位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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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膝关节 对 稍微外八字 就在膝关节的位置是吗 放在膝关节的位置 好 实际上我们球的目的是为了限制膝关节内扣 模拟在落地缓冲的时候 避免出现两个膝关节内扣这个动作 所以其实要形成一个肌肉的记忆 嗯 要形成一个肌肉的记忆 嗯 这样我们在做复杂的动作的过程中 不要经过大脑 就会不自主地 会把脚放在一个轻度的外八字 嗯 同时膝关节不要内扣 挺好 挺好 这姿势不错 嗯 是不是感觉有改善吗 周杨老师 觉得比刚才顺服顺服多了 是吗 来来 练一下 练一下 2 哎呦 有点要掉 3 4 5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那我们进入到第三个测试 是单腿负重下蹲 我们在做单腿负重下蹲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来评估的是膝盖和鼓鼓滑车之间是否有疼痛 嗯 那么我们在平时日常的运动中 如比如说跑步 嗯 上下楼梯 实际上我们最容易出现疼痛的位置 就是我们屏幕显示的这个位置 对 这个位置呢 我们在临床把它叫做膝前痛 嗯 或者叫做冰骨周围疼痛 哦 这个疼痛大多数来自于冰骨和鼓鼓 它们两个之间的疼痛 哎 我就是这儿 就这个位置 这儿酸痛 啊 为什么这个位置会有疼痛 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的解剖的结构 来 咱们看看 上方就是冰骨 嗯 下方这个V字形的凹槽 就是我们所说的鼓鼓滑车 嗯 在我们膝关节屈身活动的过程中 膝盖要在这个滑槽里面 不断地上下活动 嗯 这个过程随着我们每一步 每一次屈身膝关节 它都要完成两次 嗯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我们跑步 我们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跑1000米 1000米大概可能要跑2000步左右 那我的膝关节可能会要上下活动 要将近4000次 哦 日积月累 会在这两个关节面之间 会有磨损的造型 那么这一系列图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不同的阶段 嗯 最左侧是正常的情况 嗯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滑车 微字形的滑槽 就是滑车 我们的膝盖 冰骨 就在这个位置 嗯 屈身活动的过程中 冰骨会沿着滑车做上下的运动 嗯 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症状 有些人呢会觉得 我在活动的过程中 关节会有响声 咯吱咯吱的 对 很多人会有这个 这个描述 有吗 有 会有 我有 有时候感觉就非得用劲蹬一下 对对对 帅一下 我们这是四个病友在九病成医 我们可以做一个自我的检测 就是我们把手掌放在膝盖上 去身膝活动 如果感觉到这个冰骨在滑车里面 很平顺的滑动 就没有任何问题 我这个有一点点咯咯 有一点咯咯咯咯咯的 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 有一点咯咯 咯咯咯咯咯咯咯 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些 卡顿的 很细碎的声音 就像我们揉一团纸 或者是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名词 叫做碾发音 我们来碾自己的头发 那种很细碎的沙沙的那种声音 这就说明已经进展到了这个阶段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吗 我真的我这个咯哒咯咯咯咯咯咯咯了 您不用担心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阶段 仅仅是软骨表面 一些非常细小的磨损 那就好 是正常的生理的状态 那就好 毕竟你想我也都三十多岁的人了 是吧 那么但如果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我的一些运动 一定会造成关节有酸痛的感觉 那我可能说明我的这个运动 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太适合 或者我可能要限制一些量 或者我调整一些运动的方法 那么如果我们到第三个阶段会出现疼痛 是吗 对 第三个阶段呢 是关节表面的软骨已经出现了裂隙 或者真正出现了磨损 这种情况下就已经开始出现疼痛了 那当我们的膝关节存在有比较轻度的疼痛的时候 这种疼痛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在运动过程中 或者运动后会有疼痛 经过一晚的休息 可以自然消除的这样的疼痛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生理性的疼痛 并没有真正有一些结构出现气质性的损伤 出现撕裂或者出现病变 这样的话呢 我们用一些简单的物理的方法 比如像冷敷 像佩戴护膝 像天冷的时候我们注意保暖 这些方法就可以能够达到缓解的目的 还是可以继续做运动的 明白了 那最后呢 到这个阶段就会出现了软骨的拨脱 软骨下骨会露出来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骨头毛骨头 会有发有明显的疼痛 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动水平 我们的膝关节会有一个避痛的动作 当我们出现疼痛的时候 很多动作就不敢做了 对啊 所以我们经常会有这个感觉 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疼痛会出现一个打软腿 甚至有可能会摔倒 你却坐在那 对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实际上已经会影响到您的日常的体育锻炼 所以各位 咱们刚才简单的一摸 都觉得戈登啊 有点到底咱 你们啊 你们啊 你们四位病友 你们到底到哪个程度了 接下来咱们测一下 好不好 好的 接下来测一下 好 那这个测试怎么做呢 这个呢 我们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知道膝前痛 集中在膝盖的周围 最容易出现的动作就是上下楼梯或者是蹲起 所以呢 我们做一个比普通的上下楼梯和蹲起更极限一点的动作 我们做单腿承担全部的体重下蹲 这个也很难 这个也很难 来看发生疼痛的屈膝角度 就是您的意思是说 到哪 这个角度是吧 对 一般来说我们的屈膝角度越小 说明我们的关节的症状越严重了 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看谁 咱们怎么一个一个来吗 一个一个来吧 一个一个来 我们做这个测试的时候 我们侧向站立 然后单脚承担全部的体重 就哪个疼 夏勇 这个疼 你哪个疼 就哪个就站 就侧哪个 好 单脚可以站稳吗 可以站稳 好 然后我们做下蹲 哦 下蹲 对 然后蹲到什么程度 当我们感觉到疼痛的时候 就停下来 好 我们以这个角度 作为一个疼痛 行 那夏勇就这样 然后你往下蹲 疼的你就一挥手 然后保持住 然后我们让主任来量一下 你那个角度 好 我们稍微坚持一下 好 不行了 啊 这么严重啊 谢谢 巨疼 巨疼 不是 你是哪个位置 就这块 内侧就这 稍微靠里边 对对对 特别疼 拟魂了 有点窝里头 来 下一位 好 行吗 行吗 不行了 不行 就这 就这 我们可以量一下 大概在40.8 我给你当强 我扶着你 这个 这个就还能往下下是吧 可以啊 你再试试 那么就彻底蹲下了吗 对 就蹲下 测试的结果 请看大屏幕 50.3 重度啊 重度啊 这个 这个50.3 40.8 一般我们是这样来评估的 当我们在做一些日常的生活的动作 比如说上台阶 上台阶的情况下呢 一般来说我们的屈膝角度大概就是在四五十度 差不多 上高的台阶的时候呢大概能达到90度左右 所以呢我们以90度作为一个分界 当屈膝单侧腿承担全部体重的时候 屈膝角度不足90度 我们认为这个疼痛就已经会影响到日常生活 所以我们把它归类成重度 我的天哪 90度 对 那我这也是 重度啊 我们仨就一个病房嘛 对 那如果出现一些严重的疼痛 比如说我们上下台阶会出现这种恒定的 有规律的疼痛 或者是在某一个位置 做某一个动作 一定会诱发出疼痛 就要及时就医了 这个可能意味着我们的关节存在有病变的风险 所以这就不能再扛着了 就不能再扛了 好 今天我们跟随着主任认识了我们的膝关节 那然后其实最重要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运动的方法姿态 然后你没有很好的一些准备的肌肉啊什么 那就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损伤 所以经过了我们的三轮的简单测试之后 最后这个膝关节损伤风险 谁会有 来 请亮灯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有三位啊 王毅这个 对 他为什么呢 他就是因为他最后能蹲下去站起来嘛 对 这个最后的这个指标呢 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 因为他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动水平 而另外的两个检查 王毅的成绩也不错 他只有在第一个肌肉力量会略差 实际上他的综合指标还是比较高的 夏勇您和林亮 您二位呢 情况非常相似 您有比较明显的吸前痛 而且呢基本上都是在40度和50度左右会有发有明显的疼痛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实际上已经会影响到您的日常的体育锻炼 是 是 是吗 确实是 不敢跳 是 你是不敢跳 对 不敢跳 林亮呢 因为疼痛我那儿不太敢下蹲 就不太敢往深蹲 那很多运动都不能做了 对 做的时候疼呗就是 疼就是疼 咬牙呗 但是这种情况下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疼痛 就是我们虽然刚才评估到了第三项检查 二位评估到了重度 但实际上这个重度只是为了与正常进行区别 那么我们在目前的情况下 因为您二位的肌肉力量很好 所以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保持肌肉力量 因为我们知道肌肉力量是做运动的基础 虽然我们有疼痛 但是在正常的肌肉力量发挥的情况下 肌肉力量好 会很大程度上抑制关节的疼痛 至少它可以维持到目前的运动水平 那周瑜老师呢 周瑜老师呢 第三项指标是非常正常的 那么之所以亮灯呢 主要出现在前两项 就代表内扣啊 对 内扣的动作 这个呢我们在之前说 女性本身因为骨盆的解剖的结构 所以容易出现有关节内扣 再加上您又很喜欢打羽毛球 羽毛球有非常多的起跳落地的动作 所以对于您来说 之所以亮灯 是您有可能会伤到交叉人态 这个需要您在运动的过程中 要有一些注意 在运动中保护 在运动中要保护 好 但是我们只不过今天是个提醒 不是说大家就 这个问题很严重 对吧 因为我们可能之前没有受过这样的 系统的教育或者训练 所以就导致大家突然间发生了 这个健身的热潮之后 各种各样的运动损伤就发生了 是的 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 要热爱生活 热爱运动 但是一定要讲究 良好的方式和方法 所以还是我们讲的一句话叫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好吧 谢谢主任的到来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